打工仔最重要是甚麼? 當然是出糧了 你的薪金是怎麼出的? 網上過數 拿現金的 銀行過數 銀行過數 現金也好, 過數也好 總之, 薪金是老闆出的就行了 不過, 如果你的老闆 在你不知情之下 用你的名字借錢出糧給自己的話 不知道, 你又會怎樣呢? 這樣是騙人? 當然不行了 不行, 真人真事就發生了 好, 陳先生做了裝修二判 兩年前, 出糧不成全身債的其餘 就在他身上展開了 2021年, 我經過一個朋友 認識了一個盤頭 做一宗裝修工程 我就是其中一個盤頭 幫忙做一個裝修 然後大盤要求我 拍一張拿著身份證的自拍照 交給物業管理公司做登記 我才可以進場 我拍攝時, 我完全沒想到任何事 直接就拍了給他 始終是第一次做一些 有關於物業管理公司的工程 所以就直接拍了給他 沒錯, 就是這張照片 清楚看到樣貌和身分證的資料 資料給了大盤, 入場, 開工 起初都有糧出 直接入數到他的戶口 當初你跟這個大盤談的時候 是怎樣出糧的呢 他先入了五萬元給我 收第二筆的時候 就是入了四萬元給我 不過之後工程爛尾 他再沒有糧出了 也再找不到這個大盤 以為事件不了了之 怎料到今年三月 一封緊急掛號信寄到他家 說他欠債六萬多 過了年多都還沒還 這個數目還已經是由 第一間網上貸款公司 轉到這間追他數目的 網上財產 他太驚之下, 馬上去問清楚 我問過第一間批筆錢出來的公司 他就說我在2021年的時候 經過網上 在他們那裡借了錢 我就要求他們拿一些文件出來 有甚麼證據等等 他們就把那一幅 我當時拍攝的大盤自拍照給我 照片是一模一樣的 我懷疑就是那個大盤 就用了我的資料 就去那間網泰借錢 那就是說, 薪薪是大盤 用了陳先生的資料 向網上貸款公司成功借錢 之後網泰公司 將筆錢入到陳先生的戶口 陳先生見有錢入了錢 就以為出了薪了 其實筆錢是用自己的名字借的 是否真的這麼容易 被人拿了你的資料 在網上借到錢 攝氏的兩間網泰公司 到標榜, 無需見面 甚至就是用AI人工智能 就可以批核 我們一於試一下你了 我們會用2017年入境處年報 裡面的身分證副本 來做一個AI借貸 看看是否這麼容易可以借到錢 我們在貸款公司的網站 輸入借貸金額 用身分證樣本的個人資料 地址和電話試一下 結果跟很多財務公司廣告說的一樣 立即完成申請, 恭喜你 還很快收到短訊提提你補加文件 方先生, 剛才我們用身分證樣本 來做AI借貸 你覺得效果如何? 我覺得比較粗疏了 譬如這些資料很多都不是真的 他就打了進去 但到最後你看到寫著 恭喜你, 你已經完成了這個申請 我就覺得他沒有做足我們所謂業界 如果要做虛擬的KYS 即是剛才經常說 認識客戶的步驟, 他就沒有做到 如果你是去… 譬如見過公司 你也會給身分證、入息證明 住址證明、各樣各樣證明給別人 會不會見過公司 就變成被人借了錢呢? 甚至借錢, 出糧給你自己 這個我覺得挺危險 就算真的這麼容易借到 但陳先生說做異判 一向都有民害財仔借錢周轉 這次又如何證明錢 不是你自己借的呢?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借過網貸 我所有借貸都是直接向財務公司簽合約 我每次借錢就借幾萬元 然後就還幾個月之後 就一次過就賺完美數 而且介紹我認識這個大判的朋友 他最近都是被這些財務公司追求收數 是用一模一樣的方法去借錢 我跟XX做事的時候 是21年的10月度員工 做完工程之後 也有收到一些自稱是收到公司 說我真的不做 再不走就找人搞你家人 但他又提供不到借貸的任何資料 為了求證 我們根據陳先生提供的電話 嘗試聯絡攝氏的大判 你打電話號碼三時未能接通 請時再試 我們嘗試打他兩個的電話號碼 都是找不到他 無緣無故揹了條數被人追 陳先生心有不甘 於是走上現在追求他貸款公司 要求看看有什麼 證明自己真的借過錢 我曾經到現在追收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說 我不會讓我自己簽的合約給我看 他們給了一份福印本的合約給我 那裡有一個類似是我自己簽的簽名 但我肯定自己是沒有簽過這些簽名 陳先生堅持合約是沒有簽的 於是我們就陪他再上這間公司 要求出示合約的正本 我本身是事主 我現在想拿一份合約的正本來看 你能否提供得到 我現在問過律師這份東西 只是一張照片編出來 是沒有法律後用 不算是一份合約 主要都是交給警方處理 跟警方所有的指示 我們警方已調查出了 真是懶惰人 我們真的會將這件事的責任 幫他撇除 事實上 陳先生之前已經報過警 但警方也回覆他 因為證據不足以支持 對任何人提出起訴 所以不會採取檢控的行動 而案件也已經是終止調查 如果是這樣 貸款公司又怎會等到警方處理呢 他這句說話 其實已經說了幾個月了 他們到最後都是給不到任何回應 甚至根本不會回覆我 但貸款公司不斷追他 還這條年本大利六萬多元的數 還在信貸紀錄中 標明他欠債五百多天 就算是還清 也嚴重影響他的信貸評級 現在那間寵務機構 在我的信貸紀錄上 下了一個非常差勢的 就是破產撇障 而且我已經是撇障的日期 已經到達五百多天 所以對於我來說 就非常大影響 究竟怎樣才可以釐清關係呢 律師有這樣的建議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要看回這次的合約 是否真的要簽 你一定有一點點簽名的特徵 有一些特別的習慣 如果看下去 這個簽名根本不是你平時簽名的模式 你一定知道這個簽名就是別人的偽務 在另一份文件裡 我們看到 好像在警方下了一份口供 他也有簽收這份口供,簽名作實 我們很明顯看到這個簽名 是一個中文的簽名模式 如果他證明到 根本上他平時簽名 都是用中文的簽名模式去簽名 換句話來說 我剛才所說的符號 這個很明顯不是他平時習慣用的簽名模式 這個就是偽造的機會很大 給人用自己的名字借錢出糧給自己 弄得自己一身毅 陳先生也後悔自己當初不小心 對方要求我拿著一張身份證 去拍一個自拍照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太多 就直接拍了給他 也奉勸大家在將自己的個人照 交給人之前 就想清楚對方會拿來做什麼